今天上午断水区公所召开了里长里干事联系汇报 这是这一届里长最后一次会议 而在会中代理主席的主任秘书吴家荣 也感谢这四年来里长们的辛苦奉献 也期许连任的里长下个任期能够秉持初衷 努力来服务民众 连任的里长能够再次获得你们高度的肯定 高度的药学 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打批 或是对于为了连任的里长 那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要感谢 这些年来对我们这个市政区的工作的宣导 还有包含我们的公共事务 积极来协助我们来完成 那今天这个机会也要表示诚实的感谢 三个月一次的里长联系汇报 是里长向公所反映问题的最好时机 但是对于四年来里长联系汇报的成效 中心里长张庆发也认为还有进步的空间 他也建议将来公所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一定要邀请地方立委议员服务处一起来与会 才能够让市政府更加重视 里长的意见 这四年来是来市政对地方有权力下放 我们我们里长他一切就是这样 在建议的案子 去到中站 中间接不到 所以史上无礼 所以这位的市政没有说大获全盛 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里长联系汇报 所以再建议说议员去议会向我们发声 那就不会有落差 地方建设就不会落差了 我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更加努力 里长认为区公所有责却无权 往往受制于市府经费不足 因此也让会中里长反映的问题 都得等上好久才能够解决 因此他也希望将来透过议员立委服务处的监督 协助地方里长做好基层的服务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